这是它用于宝剑的秘密武器 这是它最擅长使用的治疗器具 我越高兴 越发现它的治疗防御越挂 健康故事爱到深处并自消 中华医药马上播出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 本期的健康故事 我们要去认识一位女士 她有一种独特的方法 靠着这种方法 她不仅帮助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 更保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她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去见一见 赵石碧家住重庆 她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拿着个独特的器具点燃之后 对着眼睛来回熏 感觉非常舒服 非常温暖 烫不烫? 她都觉得那个非常舒服的那种热度 让你感受 你觉得好过急了 真的好过急了 熏完眼睛之后 接着要熏的就是肚子 连背心都发热 背心都可以发热 就是后背都发热 腰部都发热 就那么厉害 等到全身都开始有了热感 她还不停手 还要在膝盖上如法刨制一番 整个关节里边 熏不到五分钟 整个关节 她都发热 那么大一块关节 她全部里面都热透 您刚才又弄眼睛 又弄肚子 又弄腿 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个东西 我在做直卧包剑 那个直身条 这个方法够特殊的 但赵石碧不仅仅自己用 周末聚会的时候 到她家看看 亲朋好友全在用 人手一个 对着脸上或身上熏烤 大家都很享受的样子 被西医宣布 我是怀不上小孩的 然后08年9月以后的话 我们家姨妈 就跟着我这个纠条嘛 然后很神奇的 09年的1月1号 我就怀上小孩了 非常神奇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 赵石碧的侄女儿 曾因为妇科疾病 难以受孕 没想到用这个方法 居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其他人对这个方法 也交口称赖 伤子用的特别多 肚子不舒服了 肚子效果特别好 用了过去 整个一生都很舒服了 伤子也痛了 做久了 膝盖不舒服 同时各大医院都治 都治不好 我回来我回过星期 都很感觉很舒服 有时候就走 有时候都快走了 现在我已经去十一岁了 有时候看不清楚 老师来做个几次 最多两三次 怕上一个松衣有油了 现在基本上看报纸也不需要 等眼睛了 观众朋友您看 这个就是赵石碧他们用来做保健的那个东西 点燃了在特定部位反复操作 大家说是酒法 您别说还真像是爱酒 但是您看我们比较一下 很显然它比这个爱条要粗要短 而且闻上去这个味道要更重一些 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酒法 跟爱酒又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赵石碧怎么说 赵石碧是位职业医生 现在依然时常出诊 而他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这种特殊的疗法 我过去的时候 我又会开刀 又会开中油 又会再认真 我现在基本上的事我都不做了 我就是用酒 我越酒越高兴 越酒发现它的那个资料范围越广 那个酒的确实是祖国的那个包库 赵石碧是中医骨科出身 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工作的他 接触到这种特殊的酒疗方法 用酒疗的方法的话 是用的叫雷火神针 就是把它那个做成一个粗粗的那个酒条 然后用多层布 至少把九层布把它包起来 在病人身上做熨烫 那种酒法十岸酒 那是从明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十岸酒法 首先要用特殊药物和爱荣 混合做成药条 用酒精灯把特制的药条点燃 点燃后马上用九层粗布包裹 然后直接暗运在患者需要治疗的部位 这种疗法给当时的赵石碧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治过相比好 就是说他治好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只是治那个感冒病啊 还是治一般的疼症痛症 那么他能够治那个很离难的杂症 我们古国治的离难杂症就是古节 雷火神针 确实对一些适应症有着不错的疗效 但是在治疗过程中 也常常会出现麻烦 经常要烧穿布 烧穿包的布 把这个患者的皮肤要烫伤 最后病人他也不愿意接受 这种治疗方法 这种疗法虽然效果好 但由于患者难以接受 当时他在临床上的运用 在日渐减少 但赵氏璧始终不舍得 将那种古老疗法轻易放弃 直到很多年以后 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将那些包裹的粗布去掉 我这样都叫完全 名副歧视地运用上了雷火了嘛 对不对 看见是火了嘛 你看见红彤彤的火了嘛 你包上了那个布你还有火吗 只有一点热肤色力 把粗布去掉之后 明黄黄的火头就出现在眼前 从前直接在皮肤上酒的方法 必须得改变 增加了产生热肤色力的药物之后 原来的药条确实更有了雷火的功力 这样一来 距离三公分左右进行旋酒 同样能感到灼热的温度 从那之后赵氏璧决定给这个东西改改名字 它不是针 是灸 所以我就把那个名称 雷火神针 把它的名称整个改为雷火灸 东西是成型了 可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就在研究雷火灸的那段时间 45岁的赵氏璧 自己就碰到了健康问题 都是看水看薄看不到了 我跟别人做手术 要带眼睛 再带眼睛 我那个还是很恼火的 要带眼睛 又是沾手术台 一沾手术台 那个含水来了 眼睛又无了 你还看不见 眼睛无了 别人还要来 帮你眼睛取下来 又跟你擦了 我会再带 这那时的话 都很伤脑筋 刚刚45岁的赵氏璧 就进入了老花眼的行列 这让他非常不甘 有没有办法摘掉 这提前带上的老花镜 他突然想到 是否能试试 这个雷火酒呢 从我的考察 连久都认为 眼底东西们 他为什么 那个东西们 发生了那个缩效 他的身体功能弱了 他的代谢差了 那么我能够把眼的东西们 给他救 让他那个眼的东西们 扩张 他的功学能力不是就强了吗 所以我让他想了 我没敢救别人 我就救自己 注意一定 赵氏璧用雷火酒的方法 对自己的眼睛 开始了第一次的试验 做眼睛的距离 开始我不干嘛紧 先远一点 让皮肤的热度 热温度提高 增加耐心力 然后慢慢再紧一点 它的身头力都更好 就这样 每天坚持做 每次做15分钟左右的时间 赵氏璧没想到 结果还真是出乎意料 就在赵氏璧眼睛得到改善的那段时间 另一个容易在中年出现的烦恼 又接踵而来 我原来只有90多斤 一下体重都挣到128斤 到了45岁的时候 曾经的窈窕深思 悄然间被水桶腰无情取代 这个事实让赵氏璧心里很失落 但同时也激发了他的一个想法 既然九眼睛有效 那能否九一下肚子试试 首先想到那个毒皮 深血腺是非常重要的 深血腺 深血腺一寻 他就把整个肚子的 那个窝脏路腹 他都是能够调的了 煮的时候啊 整个那个 先是寻就 就毒鸡眼 毒鸡眼周围 寻前往口打 然后就那个呆妹 呆妹就来又就那个少妇 按照自己的想法 赵氏璧就这样 对着肚子一圈一圈揪起来 一直呢 大概直了一过半月左右嘛 过半月左右 那个肚子砍得很多都下去了 体重的话砍得 逐渐逐渐的都下了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缺少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的那个体重 就从128 降到了110斤左右 看当时的照片 赵氏璧的腰围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减肥之后的他 很自信的 穿上了泳装和旗袍 这让赵氏璧 对雷火酒 更加有兴趣 中医的酒法啊 是借助火的热力 和药物的作用 通过对经络功能的调节 达到温通气血 浮症曲邪的目的 究其渊源啊 可以说最原始的酒法 其实啊 只是一种热疗 就是用晒烫的石头 或者是烧热的树枝 去熨烫 熏烤 疼痛的部位 用来止痛 那后来就发展到了 爱酒 就突破了单一热疗的概念了 因为这个爱叶啊 心温走窜 能通达朱金 是温阳功效极强的中药 那用它来酒啊 不仅有热力 还有药力 对机体的作用会更深 之后 药条酒不断的发展 明代出现了雷火神针 那除了爱叶 这个雷火神针里边 还含有其他的药材 而且直径大 热力大 作用强 赵石碧啊 就是在雷火神针的基础上 调整了药物配方 变成了雷火酒 点燃它之后 温度最高可以达到240摄氏度 这个热力和药物的穿透力啊 也就更强 然后采用旋酒的方式 还能够减轻患者 接受治疗时候的痛苦 赵石碧当年的老花眼和腹部脂肪堆积 在中医看来啊 都跟气血经络的循环不畅相关 它就是用雷火酒 就是借助它的特殊的作用 活血通落 改善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 增强新陈代谢 因此啊 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二十多年来 雷火酒的治疗效果 在临床上已经被广泛认可 有不少患者都因此受益 直到现在 每天来找赵石碧治疗的患者 依然络绎不绝 有需要酒腰部的 有需要酒眼睛的 有需要酒胳膊的 有需要酒脖子的 大家都感受到了 雷火酒带来的好处 有需要酒胳膊的 你这一家做的这么大经 感觉很轻松 都没过重新浪漏 然后会然后会 开始事了 开始甩了过后 我可以买一盒 走回气都要过日子喝 我那段时间 就是差不多有四几天了 我都快自己出去 快走走了 都快走了 由于那种干涉 经常看电脑 有那种势疲劳 没那么干的 做之前要感觉整个视线 感觉要明亮一些 看东西感觉好像明亮一些了 前头动不了 现在得行 原先抬都抬不起来 我那两天的话 抬都抬不起来 东西不痛了 都是那么好 从2008年开始 雷火九被中医药管理部门 正式列为医疗推广项目 在很多中医医院里 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雷火九的治疗范围 也逐渐在扩大 通症就比较好 所有的通症 包括颈尖腰腿痛 封死痛 关节痛 肝巴头痛 月经布条 月经病 这些确实都非常好 自从有了雷火九 赵石碧就从来没有放下过 退休之后 他的养生保健 依然离不开这种酒法 有空啊 我都眼睛 走个十大分钟啊 独自 走个一刻钟啊 习惯节 两边习惯节 都走呀 走个一刻吧 全身都保健 全身体血都痛了 医生从头到就 我齐血都痛了 不仅是九眼睛 九肚子 九膝盖 身上有了什么小毛病 赵石碧首先想到的 就是雷火九 如果今天有点感冒 或者觉得头闷不舒服 我就熏熏眼睛 熏熏耳朵 马上头脑就清醒了 就好过了 觉得有时候 难免不吃坏一次肚子 冷热的 我就熏熏肚子 那肚子 拉肚子 它就尼马不拉了 那个非常好的 很奇怪的是 大便不通 有时候还大便不通 我仍然熏肚子 那我就拉长 拉长了熏 拉长了熏 整个这个腹部也熏 那个肠蠕动能力加强了以后 大便 干操的大便 它排泄就没那么困难了 赵石碧用雷火酒 摘掉了老花镜 直到现在 她的眼睛还很好 那昨日 我是大部分的 趋于 阴天转多云的天气为主 五号 太阳冲破云层中间 露出了笑脸 组成昨日 最高温度为9.5度 最低温度为5.3度 看 我刚才都是看着这小字 念念的温度 就这样 这些小字我都能认 七十五岁的 赵石碧耳冲目明 腿脚灵活 他说自己的好身体 确实得益于这个独特方法 这个雷火酒啊 这二十年来 我可以说 他就是我的保护神 我自己就保健自己的健康 雷火酒啊 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在这儿啊 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注意了 这个雷火酒啊 一定要在医生变轻病症 建议使用的前提下来应用 不要自行操作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尤其是像赵石碧那样 在眼睛周围失酒 更需要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 切勿盲目模仿 好了 稍后是红糖信箱 请您继续收看 2007年12月5日 80岁的北京市民安智 碰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 原来这天早上 安智来到卫生间 却反反复复解不出小便 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我也没办法 谁给他逃不出来呀 恨不得就挖了那肚子 能杀出鸟来就行了 这就是赶紧上医院的 电滴未出的安智 赶紧去了医院 可就在排队等待就诊的功夫 他的痛苦就已经到了 无法忍受的地步 拿手脱了 骨的疼 我不行 客楼道里跑 坐坐不下 坐着它就疼啊 一坐着它就挤啊 我这楼道里跑 来回跑 我肚子跑 原来 安老先生多年的前列腺问题 这次严重了 叫做前列腺增生 并发尿珠瘤 当时医生的建议非常明确 手术 这个理论我是清楚的 他把烂肉削掉以后 这尿出来 你就算好了 是不是 可你做不好以后 什么呢 尿到啊 给你蹭破了也不行 庞庞蹭透了也不行 他有这个危险 最后没办法了 给他做了工作 说那您当时就插管了吧 你自己老出不来怎么办 从那天开始 安芝插上了倒尿管 一个特殊的袋子 就挂在了他的腰间 这样一来 尿虽然是能倒出来了 但痛苦还是如影随形 因为他插管子以后 这个庞庞的排泄 他感觉 我说是流 流的时候 湿拉湿拉疼 你知道吗 因为他送那个 尿管 我说流尿 他下边就疼 感觉 有这个感觉 那点小弟 插一管子 他本来又有炎症 又插不出来 从那小管子 给挤出尿来 他插尿的时候疼 他就说 撒一回尿 跟死一回 老人没有想到 插上了倒尿管以后 每次排尿时的疼痛 更加折磨人 特别是到了晚上 就老疼醒啊 就没法睡踏实 因为他一尿 每天他要 一会儿挤一点 他疼 他就得醒 最少四次到五次 有时候六次 一宿 你想想 一宿五六次尿 老疼 你怎么办 自打插上倒尿管 饱受困扰的安置 就开始四处寻找 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 这些药啊 我过去穿吃过 吃了以后啊 你看这么多的 有效果 效果不显著 穿之前的线 你看吃前的线的 这之前的线的 穿这些药 这西药啊 越吃越来越 这是好 都是中药 吃了以后也是 效果不好 那时 面对漫漫长夜中 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疼痛 安置老人 却显得无可奈何 手术不敢做 吃药又不成 前列腺问题 老是得不到彻底解决 就只好每天 跨着尿袋生活 那时 他做梦都想着 能早日摘掉腰间的 那个带子 习医院告诉我呀 是待半年了 二十天一换 待半年 你想想 这痛苦带到 黑夜沙尿也疼 哪也不能去 人家坐工具车 打出租车 我说不能坐呀 上汽车怎么上啊 你知道吗 说这个痛苦多了 安老先生的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小便 就会点滴难出呢 在正常状态下 当人体的膀胱充盈后 神经系统会下达指令 使尿道后部 连接膀胱的肌肉 自然打开 同时 膀胱收缩 尿液顺利排出 但在男性尿道外部 还包裹着一个重要的腺体 就是前列腺 前列腺 由于种种原因 会出现增生 变得肥大 向内挤压 阻塞尿道 使排尿不畅 而这种挤压 和阻塞时间长了 还会导致 尿道肌肉 血液循环不畅 逐渐失去弹性 变得僵硬 而无法自然开合 再加上 本已变窄的尿道 就使得小便 点滴难出 而插导尿管 则是将导管 插入膀胱 将尿液 引流导出 依然要流进 已经狭窄的尿道 势必会碰到 肿大增生的腺体 每次排尿 还都会感受到疼痛 但对当年的安置来说 最迫切的事 就是能让自己 没有疼痛地解除小便 后来 他来到了 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院医院 找到了郭军医生 进来以后 他非常情绪比较低落 低落的话 一问的话 他以往在 其他医院的话 就是说 中医啊 西医啊 都看过 都看过 那管的话 就是说是 他说是换了几次 导疗管 实际上是把 都没拔掉 安置碰到的问题啊 实际上并不是 老年人才有的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 和工作方式的改变 近些年 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年龄 在改变 有数据表明 50岁以下人群的发病率 大约为9.6% 而在45岁到5% 50岁的这个年龄段啊 发病率大约有17% 那前列腺增生如果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 是很容易导致病发症的 像尿珠瘤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要是真到了安置老人那种程度 痛苦可想而知 他不想接受手术 只想保守治疗 但是专家介绍说 目前常用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周期确实都比较长 而且存在一定的依赖性 所以啊 一旦要是带上倒尿管 就很难在短期内摘除 那这可如何是好啊 当时 已跨了三个月尿袋的安置 对自己的病忧心忡忡 只想着赶紧有个法子 能让自己自主排尿 但医生却问起了其他的问题 安老先生发病前 倒的确是着凉得了感冒 可自己前列腺的问题这么严重 医生却没问 反倒是围绕着自己的抽烟喝酒的事 聊了起来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卖相的一摸的话 他卖比较浮卖 浮卖的话 一看的话 我就问一下他的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说 因为一问他又招凉了 招凉的话 就是外戏 外戏的话首当其位 他会问我费有什么用啊 我费能有像前列腺吗 正当安置有点纳闷的时候 郭医生终于说到了倒尿管的问题 这个不重 说到一个月以内啊 我给你拔了管子 郭大医说完以后 也是有点质疑吧 说行吗 是吧 一般这个都说带上就不容易下来 我仍然说半年 这个说十一个月 可靠吗 当时我心里想 但是我嘴都没说 是啊 靠什么解决呢 郭医生开出的是中药方 二十八副药 说吃完就来试试 能否拔掉倒尿管 行了没谱啊 我说没谱啊 怎么办 我反正我先吃药吧 反正你是大夫 你说了 我每天让你看来 你非我看好不合 是吧 你说大话了呀 你说一个月把管子 当然我找你来了 半信半疑的安置 按着郭医生开出的方子 回家开始熬起汤药 前两副药喝下去 没什么明显变化 在第三副药喝完的当天下午 他正在看电视 我看了看电视 哎 怎么这腿就这么成了 它成了 它尿多的 不重了吗 在里面装着 我打开一个 五百多了 平时我三百多都发现了 他一疼我都发现了 今天五百多了 没感觉啊 没感觉他流出来了 也不疼也不脏 难道真是药的作用吗 这天下午出现的好转 让安置自己也感到意外 而没想到 就在第二天 他的变化 家里人也发现了 吃药的时候 我都说你 嘿 昨天我睡的还可以 我还睡觉啊 没醒 真的袋都满了 我还不 还没醒 疼得好多了 我看袋满了 我才倒尿 以往排尿时的疼痛 那天居然没有了 安置这才相信 汤药是开始发挥作用了 打那以后 变化更是日胜一日 这老头子 都他自己熬药好了 原来他老躺着 人家不光精神精神 他实际尿尿 不这么太疼 一天比一天好啊 反正他好见笑啊 我就太坚持了 能够我一个月八管子吗 连续吃了半个月药之后 安置的状态 就有了明显好转 喜出望外的他 就盼着拔倒尿管的日子 快点到来 就是21剂的时候 就感觉来啊 就是来就是说 这个感觉已经不疼了 然后晚上睡觉 也睡得好了 那么这里面的话 主要是我们里面的药啊 已经发挥一些作用 您看啊 原本认为必须手术 才能解决的问题 没想到21剂汤药之后 情况居然就开始好转了 要说这中药啊 安老先生其实之前也是吃过的 又是补肾活血的 又是软肩散结的 那为什么以前吃的不管用 而这次会这么灵呢 这就是当年郭医生方子里的药 看上去倒是真不少 不过郭医生说 这里边除了有补肾活血 软肩散结的药物 关键是还加了几位特殊的药 主要是有这个麻黄 这个极股 信仁 这个三个药 麻黄的话 中医他从他中医讲 归基 他是这个性偏温 偏温 然后这个如肺基 他的功效的话 是宣肺 这个止咳 品传 还有发汗 发汗的重要 信仁 信仁的话 这里面的话 我们主要是利用他的就是 也是开宣慧器 开宣慧器 辅种这个麻黄 达到一个宣慧 开窍 出危害 极肯的话 他的功效的话 也是有比较 跟麻黄 和这个信仁相比 极肯的话 就是说 他的这个宣慧的力量弱一些 但是呢 他同时有这个 清慧 这个排毒 排毒的一个功效 排龙排毒的一个功效 当初问的 也是肺 搞了半天 药理原来 也都是治肺的 肺和前列腺 这能是一回事吗 我也难没有说 肺怎么有像 前列腺 得肺结合有像前列腺 我还 我心里想 我说不会 我说肺是肺 前列腺 前列腺 怎么上下哪 怎么会一样呢 他说 上下哪一样啊 不会一样 安智搞不明白 自己也不是为治咳嗽来的 就算医生说的有道理 可调好了肺 这和自己的病 又有什么关系呢 肺 肺中医认为是一个宣发 一个塑降 那如果习肺以后肺的 肺的 肺的功能 失调 那就不能宣发 那不能塑降 那不能塑降的话 我们的这个水液的话 就不能下塑膀光 不塑膀光的话 你怎么 你怎么气化 它都不能够排出来 中医认为啊 肺主 宣发塑降 通调水道 这意思就是说啊 肺是人体内水的上源 将金叶布散于周身 一方面通过汗腺 来调节汗液的排泄 另一方面啊 经过肾和膀胱的 气化蒸腾作用 生成尿液排出体外 古籍中啊 有记载说 一身之气关于肺 肺轻则气形 肺灼则气庸 故小便不通 这意思呀 就是说 当肺气虚弱 功能失调的时候啊 就会造成水液代谢障碍 小便不畅 在中医看来啊 肺鼠胶脏 外感风寒 首先就会袭击肺 导致水液代谢障碍 而现代医学也认为 说感冒引发的炎症 会使得前列腺组织水肿 在原本增生的基础上 恶化会引发尿株流 所以这种疾病在秋冬季啊 是高发期 而您看 郭医生用到的这个麻黄 具有发汗 散寒 宣肺平传 沥水消肿的作用 这个杏仁啊 与麻黄的功效相近 所以啊 二者配合起来 是为了加强这个宣肺的作用 这个汤记的关键啊 就是要恢复安老先生 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 看似南辕北辙 实则釜底抽薪 看来安置老人盼望的 把倒尿管的时间指日可待了 按照郭医生的嘱托 安置一边喝水 一边开始了忐忑的等待 我买两瓶矿泉水 喝 我都供着喝 喝那瓶 我喝 跟我姑娘 我姑娘给我 快喝 两瓶矿泉水 很快喝光了 等待的时间 显得异常漫长 俩中头呢 你想这俩中头 也不好过 我喝水啊 我在楼道里坐着喝水 跟我姑娘聊天喝水 聊天喝水 喝喝到两钟头了 我开楼 两钟头了 该杀尿了 憋着慌了 我上厕所去了 一吵哗 杀出来以后 我说 这个解决了 最高兴 顺利拔掉倒尿管后 经过中医进一步调养 安置的前列腺问题 大大好转 过去啊 连走上走不了了 现在好了 没事了 每天活动 要先不敢出门啊 好难受啊 现在好了 现在行了 能断了 能吃能睡了 不过 针对其他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郭医生 也特别提出了 预防的建议 有前一件真身病的这个老年朋友 一定要注意 就是尽量 在生活方式上注意 你要尽量少喝不喝 尽量不要抽烟 还有就是酒坐 坐一段时间 也要活动活动 他注意外出以后 尤其是冬天 他的病的特点 就是冬天 容易发病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要注意防腐啊 就要保暖了 元代名医朱丹西 形容人体啊 就像是一个大茶壶 而这个肺啊 就是茶壶的盖子 壶嘴就是下壳 肺功能失常 肺气不能速降 气机的升降就被打乱了 这就好比盖子上的小孔被堵住了 这个下壳就自然不通力了 所以啊 这个过一生用的方法也叫做提壶接盖法 这也是中医常讲的病在下取之上的巧妙时间 好了 观众朋友 本期节目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